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颜真轻的这个字 当然呢 空笔呢 就说难度会增加 特别是中段的这一个笔画 你要速度慢嘛 它怕它转 快嘛 你又拉不过去 笔会笔会这个塌下来 起不来 所以我们要 要去控制它 想办法把它控制好 这个结成雍正不救 这个雍中不救 这个几个字呢 是当时延伸前 它是把它划掉的 不要的 它又重新后面 嗯 因为我这个还看得清楚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基点 如果看不清楚了 我们就不要不要去灵 那如果是很多人 他是特别去尊重圆贴的话呢 他就会去把这些都淋下来 啊 庸重补救 它改为贼层补救 这个救 它特别有趣 这里扭一下 中间拉出一个空 啊 还要更扁一点圆贴啊 我写的太慌了点 然后这个枯笔啊 这个养好的话呢 这个对控笔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 所以初学的人 你如果是控制不了这个养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先用这个 煎好笔来代替 等你这个控笔的水平提高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用这个养好啊 意思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它就有一个我们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了啊 好 这个点下来比较的润 因为它这里重新在墨了 加重 这笔比较重 然后这里有一笔轻 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中段的啊 说明就讲这个字的这个中段的行笔 你不能把它给虚掉 你看这里压下来的中段 你看这边左边多 右边少啊 这里细但是怕不虚啊 这里叠叠笔 这里收笔 这里它是这样翻上来再下来的 你看这个笔歪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转一下 因为你养好这种笔呢 你靠这个粘管啊 是解决不了这个 特别是大字 是解决不了这个调缝的 你只能通过笔 你看转一下 转弯这种方法来调整这个笔封 使它能够中方 软弯 你看这个软呢 左边这个比较细 右边比较粗 之前我都是用尖好来写啊 尖好我写有时候这个笔 枯笔啊 有些人就说你用这个养好啊 能够写出这种枯笔的话呢 就佩服你啊 其实一样的啊 你这空笔 空好了 不管什么笔 也是这种不停的在转换 这个面 这个边的这个面 这个转一下 因为这面它没有墨了 你只能转一下 其实养好的这个笔呢 其实应该是更好些的 你空好了之后 它的笔画会更润 它的字感其实更容易写出来 为什么我有时候用尖好写呢 因为 我捨不得写啊 因为这种纯还纯阳好 它的寿命会比较短的啊 你平时练的时候都用这个纯阳好来写啊 写不起啊 因为纯阳好的笔又贵啊 这样一支笔呢 都要一百多块钱 贵的话呢 稍微再好一点的话呢 要两百多块 两三百块 你如果是没有这么 这种价格 那你就不是养好了 好 那是人工合成的 骗人的 那又没法写了 最后这一行 我零行小字 你看它这个耳朵里很有趣 你看它提过来到这个位置再下来 好像这个脖子缩在那里一样 嗯 当你这个阳毫没有磨的时候 你更应该慢下来 对吧 你不慢下来的话呢 它就写不起来的啊 当然阳毫如果配这个生鲜 就会更好写一点 朋友们今天呢 我们就这样淋一下 再见